老公 你帮我老公掌勾 你老公不太行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智 我现在在南京 这个是我们住的民宿 今天我要去跟朋友去打卡 魏丁事件部主题店 然后这是我一起出门玩的朋友 这个是九州 这个是江黄 Hello 因为那个魏丁事件部 是一个恋爱推理手游 所以我今天要串一个 我觉得有 侦探感男的学院风 那我现在要去换衣服了 登登 那我们现在都变身完毕 准备出门了 今天天气还不错 其实南京最近挺冷的 但是今天很冷 所以我们穿的比较棒 我今天穿的小裙子叫兔子群愿 这一套我还有另一个颜色的 我觉得我应该带那个颜色的 失散了 因为他们俩颜色 我的颜色跟他们俩颜色 有点乖乖乖乖乖乖 我觉得刘海是不是很奇怪 他跟我说就是他刻意营造的凌乱美 这什么套啊 视频 这什么套啊 视频 我有一点怀疑我们走错路了 但是先走过去再说吧 一年后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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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周边区域买周边 然后那边是用餐区 还有一些合影区域 比如说后面这里有一个合影区域 还有这边有历慧 可以跟历慧合照 你们也不用担心 穿得多会跟历慧合照 没有CP感了 因为他们也是穿的冬装 但我看到祖然 他穿那么少不冷吗 他在游戏中的游戏中心 现在准备点餐了 因为这个是未定事件部的主题店 大部分女孩子过来吃饭 应该就是为了拿一拿男朋友们的周边 陪我过来打卡拍照 但是我和我的猪猪朋友 是在认真地想到底吃什么比较好 而且点不同的东西会送不同的周边 给你们看一下菜单 这个主题店在成都和上海也有 不过只有男精便有主食 然后这些餐品都是和他们对应的男主有些关联的 比如呢 墨亦的年轮蛋糕上是第一次进到他时的补克牌 还有陆景和的泡服上有个相框 因为他除了总裁还是一个画家 而且基本上都是和他们的代表色有关系的 只有陆景和的主食跟他的颜色关系不大 实在是为难处师了 给墨亦弄出绿色一面已经尽力了 紫色的饭实在搞不出来 只搞出来就是黑暗料理了吧 看一下甜点 这边是饮料 其他人都是甜甜的 只有佐燃是苦苦的普洱茶和苦苦的美食 这大概就是精英人士吧 还有这边的天使 你们看佐燃的天使 这个拿破仑蛋糕上有一个领带 感觉就像是什么寻找线索推理 在这个餐点上寻找到它是金牌律师的线索 我其实本来是想吃这个炸鸡蛋包饭 但是我为了做两个时点烧烤拼盘好了 而且这个烧烤拼盘让我想到人间烟火那张卡面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为了还原卡牌里的场景 但是这个炸鸡蛋包饭看起来真的好吃 大黄 大黄你点炸鸡蛋包饭好吗 好 一话通 这个是我们点餐获得的周边 我们三个人的 这里是飞店 还有就是餐店 好多 感觉我可以搞批发 因为它是买主食或者甜品送餐店 我们每个人都点了一份主食和一个甜品 所以每个人两个餐店 我觉得这个餐店像海报一样 这样 好吧 这个不是我的 只是拿过来拍个照 这是九九的 借九九的男朋友拍个照 不过分吧 你觉得吗 我觉得餐店还是很实用的 可以吃饭的时候看着下饭 除了点餐赠送的这些周边之外 还可以积点 还有满赠活动 大家如果想来吃饭打卡的话 可以先在观博 做一下功课 因为左然的厨衣很好 它会自己做烧烤 所以我可以假装我在吃它做的烧烤 美滋滋 我们开动啦 九九 我想让你试下那个相框能不能吃 泡不上的 尝一下哈 嗯 诶能吃的是巧克力 白巧克力 好吃 这个喝了 有人的脸就美好 吃你干杯 吃你干杯 干杯 干杯 真的好喝耶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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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老公尝尝 你老公不太行啊 哈哈哈 我觉得这里的餐品的味道 比我想象都要好吃一点 差不多吃完了 吃饱了 那我们现在吃饱了 就准备回去了 我现在回家了 把男朋友们的餐店带回家下饭了 主题店营业截止到3月21号 除了南京 上海也有主题店 之后呢好像还会有成都店 想要打卡的大家不要错过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一处了 谢谢观看 拜拜